它是一个什么字呢 这个造型呢 是一个十字路口的形状 那在写的过程中呢 可以把它上面这个 转折写得稍微 圆润一点 那这个呢我们呢 把它不写得这么方正 稍微变一变 把这个字变得秀长一些 这个字呢它表示 行路的行 它的字形演变呢 并不复杂 就是在这个字的基础上 我们再往下走 上面越写越简单 那这一笔 那这个写平坦 这个写长 这个往右挪一点 到现在这个程度呢 基本上呢就和后来的行啊 造型比较接近了 如果立化以后的话呢 它就变成这样一个造型 变成凯树以后呢 这边写成平 这个值写成树 横 横 树柱 就是我们今天的行 人类行走的时候呢 如果 人比有多 行军打仗 那队伍呢要开着整齐 可以说一行一行 这行呢 表示树木成行 或者呢 竹子成行 排成一排也叫行 行呢有时候呢 也引申为 兄弟多的话 也有排行 兄弟之间排第几 第几也有 顺序和次序的意思 所以行呢 和前面讲过的走 是对应的 我们讲走的时候呢 说过这个走啊 它是强调 这个人在跑 快速的跑 甩着袖子 快速的跑 那个行本身呢 路上行人欲断回 行千里路 读万卷数 那个行呢 它本身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走的意思 就是和跑 对应 为什么说行万里路 读万卷数呢 因为呢 读书呢 是从书本上学习知识 行万里路呢 就是从现实生活中 学习东西 开阔眼界 所以呢 说千里之行 始于足像 在宏大的事业 需要从最基本的事情做起 白俊也说 千里始足像 高山起微尘 非常高大的山 它也啊 从一点一笔 一个小尸块 积累一些的高山起微尘 那意思呢 也是告诉我们 做事情啊 脚踏实地 不要因为事情小而不做 从最基本的事情做起 这是讲的形字 也罢了 这两句诗呢 和朋友一起分享 我们共勉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